小木可以洗澡 如果是的話我反倒鬆一口氣好嗎 那感覺就讓人身心愉悅 不是 就是至少會比較安心一點 不會身心愉悅 身心愉悅就變態 藥品 繃帶 醫療用品 看來這間房間的主人身體非常不好 冰箱裡有個室管架 上面有一兩個空的室管 裡面的藥感覺都很昂貴 已經過期不知道多久了吧 有一些針筒、藥品、繃帶等醫療用品 仔細看針筒旁邊有一把藍色鑰匙要拿了吧 廢話 針筒和 有幾顆眼珠掉出了破爛泰迪雄 肚子裡好像有東西要用拆信到割破嗎 先不要好了 先不要 先讓我存個檔我再做 蘿莉你也身心理的道理 得到壞掉的電池以及一個4號電池轉3號電池的轉接器 我記得當初在遊戲房好像有一個需要3號電池的收音機 為什麼會有點滴價 你都知道主人身體不好了對不對 小花音樂盒 鎖起來珠寶 上面有三個凹槽分別是星星、月亮、太陽 好 找到剩下兩個 身體不好就是龍肉補補 沒有這回事 龍肉是那個 龍肉是毒藥不可以亂吃的 好不好 藥皮很昂貴 欸? 喔我以為可以用那個這邊的 就是滴管那些可以用 那個龍肉是有毒的好不好 劇毒不能吃 撕下去準備升天 喔不可以 絕對不行 剛剛發生什麼事了 樓上傳了誰 喔我在這邊按一下而已 然後突然就出現那個 爆雷 七零館不是七零年代近的 他是欺負了人見的是不是 所以叫七零館這樣嗎 到底 旁邊有個紙盒 剛剛明明沒看到在打開嗎 我看看喔 把上面撩草寫 大門的鑰匙在閣樓 在閣樓 What 廁所傳出來的聲音嗎 我是很討厭那種突然出現的聲音 明明 又在說他和妮妮姐姐聊天很開心了 還說他教他 他人的肚子被剖開以後 會看到裡面有內臟跟骨頭 怎麼會說這些恐怖的話呢 到底該不該戳破 根本沒有什麼泥泥 跟明明的爸媽討論 我又遭到一陣刺責 叫我不要說奇怪的話 好好教書就好 明明的姑媽病得不輕 再變得不靈光 會對空無一人的地方咆哮 或者咕嚕著沒人聽得懂的話 眼神也讓人覺得恐怖 但最詭異的是 他難以聽懂的話語中 也提到像是妮妮這個名字 並且 邊說邊哭 家人不願意討論她的病 還讓她如囚禁一般 住在閣樓裡 不是因為太黑嗎 漆黑的領館 不是啦 呵呵呵 欸 狂腹情節整家都有病 有可能喔 欸沒有狂腹 欸也是 欸 狂腹整家都有病嗎 她媽媽有病嗎 有有有她媽媽有病 阿雅也有病 對對對對對 沒有我玩狂腹已經是兩三年前的事了 我都已經忘了劇情了 可惡 如果她能夠直播的話 我就願意繼續再玩一次 因為已經忘了差不多了 生物學從小教學錯了嗎 呵呵呵 不要先教那麼恐怖的東西嘛 對不對 你幹嘛要先教內臟部分呢 你可以先從腦袋那邊開始教阿 就說人的腦袋是要灌水的阿 如果你的水不夠 你彎腰水都跑出去的話 然後就沒了 呵呵呵 那你就智商就沒了 為了你的生命著想 我不建議你彎腰把你的腦袋裡面的水給噴出來阿 媽媽最有病好像是耶 你給我出來快說爺爺心自身阿 呵呵呵 你會是明明死掉的姊姊之類嗎 有可能阿 這也很難講 或者是可能就是 也有可能她不是她姊姊 但 但 會是她 就是 曾經出現這個館裡面的人 人 之類的 直換變成幽靈 什麼的 我的資料被塗鴉 東西被弄壞 明明卻死不成人 連她父母都相信 而要我不要罵她 今天當著我們的面 音樂盒竟然自己想起來 明明沒碰她 但她卻沒有很訝異 究竟 是明明有著不可思議的力量 還是說 有什麼看不見的東西來捉弄我 難道 妮妮 是真的存在的 結束了 沒了 皇父的爸爸好帥 她的女兒是被母親害到有病 我忘記了耶 因為很久了 好久以前玩了 後來那個被鏡子直播 我就比較不會接觸那個 水上頭流出鮮紅色液體 帶有一股新臭味 廚師說要把你們當晚餐 換了 剛剛沒有這些血跡吧 有 有人在嗎 是誰 恩 誒 超人玩具不見了 恐龍玩具還 變4分5裂 果然是人肉型點 廚師切菜會 會狂龍巴斬法 不會 不會 開玩笑 有本龍在這邊 他敢給我亂斬 這邊什麼也沒有 狂龍巴斬法 沒有啦 恩 沒事 這 怎麼這 這怎麼看都像是真的有人剛剛從這裡吧 在這裡吧 聯盟都打開了 所以他一定出去了吧 無論如何我也能夠出去了 然後你出去你就看到鬼了 沒有耶 真的假的 這有裂縫 然後那邊過不去 這遊戲是喔 怕麻 對不對 然後來這邊轉接一下 欸 沒辦法 對啊 要上個三號電池 我記得不是有4號轉3號的轉接器嗎 沒辦法用 欸 雞排安安喔 欸 暗門不見了 所以現在 是發生什麼總控 究竟我們現在要幹嘛 晚上 然後 印出自己的 身後有個白衣小孩的聲音 真是見鬼啊 兩個人丟在這裡 小木 咦 有幾張紙夾在這裡 要拿走嗎 家教日記 啊 水啦 又拿到一個家教日記了 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篇到底講了什麼 身邊越來越多奇怪的事情 東西憑空消失 移動 或是沒有人去聽到人的聲音 我連續失眠身體越來越差 依然認真的教明明 卻聽男主人說 考慮要辭退我 說是為我好 廚師做的藥湯 我覺得味道怪怪的 明天想去廚房 偷看那是什麼 廚 廚師是怪物 難怪總是不讓我進廚房 裡面的東西太恐怖了 天啊 我 我這麼敢享受這裡的日子 我到底吃了些什麼 不 不止廚師 主人們明明什麼都知道 我們到底在幹什麼 明明還說 廚師把活的食材鎖在倉庫 廚房 廚房庫裡 不 不能允許這種事情 不能讓那種怪物活著 否則 該死 我停下腳步聲停在我門口了 後面空白 喔這寫得好現實喔 我現在頭皮發麻了救命啊 轉接器也有4號電池 有啊 有啊我有那個啊 白衣小女孩 只是在打 打聲招呼 滾 我不要你打招呼 而且他是白衣小孩 不是小女孩 如果小女孩 我ok啦 沒有 哈哈哈哈 因為你吃了 欸 嘻 第四面寫的 第四面沒一個人想不到結束 哈哈哈哈 第四 廚師吃了 爸爸好上路 神經病喔 有病 有啊我記得我有三號電池啊 就 手電筒啊 欸4號電池啊 想錯了 4號轉3號隊啊 我有啊 小木應該還在一樓 因為二樓已經找遍了 還是沒有任何他停留過的跡象 雖然感覺有什麼 但必須快點找到小木才行 不要啦我們走啦 回家啦 不要離小木了啦 不重要啦 好不好 那小木什麼的 那小木什麼光我們屁事啊 呵呵呵 所以這就是他們一家人 欸 欸 等一下 嗯? 原本 中間不是有小孩嗎 小孩不見了 火之石 小孩不見了 注意 注意 小朋友摸去啊 等一下 等一下這什麼 成舊書櫃後面有鎖上的保險箱 需要六碼密碼 結果你走了變成小木阿飄長 你不要啦 怎麼這樣啊 喔 使用藍色鑰匙開了房門 十字架嗎 乾淨 整齊書架上滿滿是宗教和教育的書 沒什麼特別的 一起玩啦 一起玩啦 不要 我不喜歡跟小孩子玩 不要啦 我不喜歡跟小男孩玩而已 也不是啦 蛤 治療失眠和抗優越藥物 喔 有抽屜 得到太陽寶石 十字型 鑰匙 快點一下書房找小木吧 巨大 欸有個大金屬十字架 上面有細字的雕刻 放了許多十字架的 聖經和駕照 駕照照片 就是牽著孩子 帶著 十字架的家庭教師 名字叫 史聖燕 嗯? 有一疊 有十字架浮水印的空白性質 史聖燕 我好哪聽過這名字欸 奇怪 放生小木 三下更多妹子等你 真的 山上等一下 山上更多妹子等你 你確定妹子不是什麼奇怪的生物嗎 你確定嗎 欸 史聖燕我在哪聽到這名字的 史燕文我知道啦 可是史聖燕 欸 我今天在哪看過嗎 不是這一個 想不起來喔 我好像這 哪裡有看到過史聖燕的名字 沒錯啊 痾 算了 廚房 看一下會不會有什麼 欸會不會其實 喔 多落刀不見了 拿著 遺防萬業 對對對 沒有錯 喔 早上 早上有一個 早上有一個懂我意思的角色出現了 好感動喔 呵呵呵 還是不要碰好了 那你來這幹嘛 你不是說他會出現在這裡嗎 啊 你不是公 啊 他會在這 你不是說要去廚房找 啊 我找啦 然後呢 然後呢 啊 接下來咧 是妹子啊 有沒有講都不知道 不要啊 我想要有正常的妹子啊 不要那個奇怪的啊